大家好 今天我們剛開始做我們的新州即將開始的 市議會選舉的一系列的訪談 今天首先第一位是悉尼萊德的市議會的候選人 林彬博士 Sorry 林松博士 不好意思 為什麽呢 因為林博士 我剛才我們還聊的 林博士他的英文名叫Dr. Bing Lin Dr. Bing Lin JP 然後但是他的中文名叫林松博士 我一時沒對上號 我說只有兩位 你們只有兩位嗎 您爲什麽又叫林彬又叫林松 哇這個很長的故事了 其實我出生的時候 我的中文名字是林松 我在中國廣東中山出生 我的父母給我起那個名字是林松 然後我兩歲從中山就去了香港 我的祖父母帶我去香港 所以基本上我是在香港長大的 我小學中學都是在香港念書 您今年我問一下您今年貴庚 其實這個是秘密的 很大的 給個範圍就可以 給個範圍就可以 就是六字頭吧 因為我要算一下 六字頭 您小學的時候跟著祖父母去了 是吧 去了香港 換句話說您是在70年代 1970年代左右 您是屬於當時是逃港嗎 其實我曾經問我的父母 我那個時候是不是逃港了 然後他們跟我說 其實那個時候還沒有那麽逃港 不是那麽嚴重的時候 我還是就是一個比較一般的情況之下 跟我的祖父母去了香港 了解 了解 然後您在香港一直 長到讀書年級來來到澳大利亞 是嗎 那我小學跟中學 就是在香港念小學中學 然後我大學的時候 其實也有點跟別人不一樣了 我是到了廣州的濟南大學念大學的 然後香港回到濟南去念大學 80年來是那個時候 78年去念大學在廣州 然後82年就畢業 畢業之後我就回到香港 做這個新聞工作 然後一直後來我是8788年 我是在香港的中文大學 他新聞系那邊的邀請我在那裡教書 教了大概一年半到兩年左右 然後就經過那個八九民運的問題 然後就到這個九一年 我就過來這個西里這裡 就是到那個紐西威爾大學 念那個博士 嗯 所以呢我剛才你問我那個名字的問題 其實我那個名字就是從這個小學 中學我都是用這個臨松 臨松 對 然後呢 因為我中學開始我就寫東西了 寫東西了 我後來我就用了那個臨賓做一個筆名 做筆名了 然後呢香港因為我那個身份證就是好像是18歲以下嘛 就沒有用那個名字的就是寫那個新的 香港以前是這樣的 嗯 就是說林 LAM 就沒有寫名字 要到18歲換這個成人的 身份證 才加上那個名字 哇OK 有意思 所以比較複雜 我第一個那個成人身份證 我是用臨松 但是後來我 但是我這個筆名是林彬嘛 我就要求更改 更改變成林彬 那個時候呢林彬因為香港它是用廣東話 我第一次換的時候 我的姓LAM LAM 那個BUM BUM BUM 但是我覺得那個韻母 韻母有點問題啊 兩個為什麼不一樣呢 我其實廣東話 能奔 能奔是一樣的那個韻母 它拼音 那個Cantonese拼音 就有點問題了 我就覺得很逼扭 我就改成那個Mandarin Mandarin 現在說普通話 我那個時候年代 我就要國語 是中華民國的國語了 是是是 然後就改成林彬 那麼一直呢 就用到 我現在那個證券都是用林彬的 但是為什麼我再改回這個中文臨松呢 大概是 我在這個六四位大學念書的時候 念書的時候 我去看醫生啊 怎麼 怎麼 我才發現有另外一個林彬 也是在六四位大學裡面念書 我是念這個 Social Science那邊的政治學的 然後那個林彬呢 他是從大陸來的 然後呢 他是念那個Engineer Engineer那邊 那麼我去看醫生都搞亂了 人家要對我的出生率 才對得上 要對哪一個是我 嗯 然後呢 十一年前呢 十一十二年前吧 我辦這個 中文學校 就我辦中文學校 之前我是人家聘請我在另外一 在兩三家我當過校長的 然後呢 欸 我發現另外還有 還有在心裡還有一家中文學校 嗯 也叫林彬 那個是北京人 我是香港人 他是北京人 所以 他也叫林彬 一模一樣 人家搞得很亂了 後來我沒辦法了 我唯有寫東西的時候 我就改成這個林彬了 用回我出生的時候的名字 但是我正前我沒辦法改了 所以我了解 所以當時你改成這個林彬的時候 也是因為你對這個名字的聲音不滿意 然後來呢 你就覺得太容易這個名字 好像太多人用了 改回去是吧 對了 我感覺你是一個特別想掌握自己命運的人 OK 沒有這開玩笑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對你來說 競選啊 也是一個很不利的 人家是看嘛 我是來偷林松的 這個林彬是誰 不要不要不要 沒有 我們開玩笑 其實我看您的履歷很輝煌 您在新南威爾士大學是讀政治科學的博士 而且是很早的時候 我們知道在99幾年那個時候 博士的含金量比現在要大很多 我感覺 對 您當時是怎麼到澳洲來以後就讀政治科學 您以前是做媒體的 怎麼做這個政治科學的 其實我從我大學畢業之後呢 我主要是兩種不同的工作 一個就是做新聞工作 因為我在香港做了好幾年的新聞工作 後來呢 因為那個香港的中文大學覺得我做的比較好 就邀請我去香港的中文大學的新聞系 就是當老師 然後就教新聞 然後呢 就是 變成從事這個教育的工作 然後後來因為經過那個八九民運的事情 然後呢 我覺得香港是 就是我不是那麼樂觀 然後就想到外面 然後看見這個外面 剛剛很好了 就是可以申請念那個博士了 然後我就申請了 他也收了我了 收了我之後呢 我就是研究這個 其實我的博士論文是研究中國的人權 中國的人權 然後我就過來了 過來這邊澳洲呢 其實我基本上一方面是從事這個新聞工作 嗯 一方面是從事這個教育的工作 我到現在也是 這兩方面的工作也繼續在做的 嗯嗯 我剛看到您有這個很多學校啊 您做的華文學校啊 還有很多這個學校的牌匾啊 就是您您在過去這幾十年裡面 主要就是做這方面的工作 對 就是一方面是中文教育 一方面呢 我也給這包含寫稿了 另外也給電台做節目了 對 我也看到您在那個星報啊 可能上面有專欄是吧 對對對 其實還有其他包含 嗯 好 咱們來回過來說就是 在您這次參加這個RIDE 市議會選舉啊 呃 我查了一下您上一屆選舉是沒有參加的 沒有參加選舉的是吧 對 那其實我來了這個澳洲30年 然後呢 我住在這個意思 我住了20年 對 呃 我一直沒有這個行動呢 去參選 然後呢 我因為我這個地區呢 其實這個 呃 我住了20年 我發現有一個之前 有一個議員是香港背景的 做了大概11年 11年 嗯 做得還蠻不錯的 還是比較 做得公平啊 比較好的 嗯 但是呢 她後來做了大概11年嘛 她說不做了 但是我是很很晚的時間 我才知道她不做 她現在她現在還是只準備退休了 是嗎 只是她比我年輕 她不算不算退休 反正她就不想再做 OK 她比我年輕 年輕很多 嗯 她不做了 那個時候我已經趕不上時間了 我也沒有留意誰出來精選 就是 已經是差不多截止精選的時候 我才知道 哎 那個時候有兩個是華人背景的人出來精選 嗯 但是我已經來不及了 那我就看看後來那個選舉的結果怎麼樣 嗯 那麼 後來就當然了就是有了一個選舉的結果了 誰誰誰當這個議員了啊 嗯 然後我就發現從就是上一次的選舉舉到現在 呃這個議會在2019年嗯 嗯 6月通過了一個議案是支持香港人的抗爭運動 是剛才您說這個香港的議員提出來的嗎 呃不是 呃 議會裡面已經沒有香港背景的議員了 那位已經退休了 上一季她已經退休了 啊 她就是不做了 嗯 她不是退休了她比我年輕 她反正她就是不做 嗯 她不做了 然後就是沒有香港背景的議員了 嗯 然後就換了有一個是華連背景 是從中國大陸來的背景啊 嗯 然後呢就是我覺得哎 2019年6月這個市議會 通過支持香港人的民主抗爭運動 這個是很好的 嗯 然後呢到了7月份就是一個月之後 開另外一次的議會 嗯 那個會議 然後呢就有不同的意見 那個時候呢就是分開兩派的意見 我們也就是用公眾人士的身份 公眾人士嗯 就是可以到這個申請去那個議會發言 嗯 那我們就是很多人去發言說支持6月份 是會那個呃 嗯 支持香港那個民主抗爭 然後另外一邊呢有人 其實是他們搞亂這個議會搞亂這個這個地區的和諧 嗯 他們就拉了幾個人 他們就拉了幾個人 他的人沒有我們這邊人那麼多 我們那天我們數一下大概有100人左右 公眾人士他們那邊呃大概10個人左右吧 嗯 就提出不同意見 嗯 說我們搞亂了這個地區的和諧 嗯 然後就不同意見 然後呢就是當時7月份7月23號 那個呃華人背景的議員 嗯 那我們開會是7點多開開始開會 讓雙方面的我們這邊五個人發言 他們那邊五個人發言 其他人想發言就沒有時間了 不讓再發言了 嗯 然後呢就到9點半 9點半那個華人背景的議員就提出兩項動議 第一項動議呢說 呃 說這個市議會議員 呃議員呢就是6月份通過那個議案 就不了解這個區內的民意 說如果以後這個議會說 外面就是國際的事情了 外國的事情了 嗯 要先爭取區內的那個 community group 社團的意見 哪一個community group 哪一些community group 只是它是有特定指定是Chinese的 Chinese community groups的 它的動議就是講只要有涉及跟中國有關的 就必須要徵求中國 呃 或者華人的社團的 還是來自中國的社團組織的意見呢 它這個就是指這個意見就是Chinese community groups Chinese community groups 只要跟中國有關系的就必須要徵求 呃 所以這個問題很大 它不是公開爭取意見 嗯 然後呢 它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爭取這個 這個Chinese community groups 你這個議會就不能夠討論 不能夠表決 它的意思是這樣 嗯 然後呢 問題來了 當時那個有一個是韓裔的 韓國裔的議員 叫Peter Kim 他就提出修訂 他說為什麼你不公開爭取這個地區全體市民大眾的意見 為什麼只是爭取這個community groups的意見 這兩個操作就是爭取community groups的意見就是 給他們發信 聽他們的反饋是吧 如果是面向整體公眾的話 沒有說發信還是面對面的沒有說 對面向整體公眾是怎麼操作呢 如果所有人的話 我怎麼知道每一個人是怎麼想的 就是發一個公告 大家有意見可以來信 然後我們收集起來 是這個意思嗎 這兩個具體怎麼做 對具體沒有說具體 但是呢問題來了 這個韓裔的議員說 好像我們其他人沒有參加這個社團的 那怎麼辦呢 沒有參加社團 我們想表達什麼意見 就是那他到底發信啊 或者什麼 完全是沒有了 只是向一個community group社團爭取意見 我不知道他是怎樣去爭取意見 他沒說 OK 您繼續 好了 那Peter Kim做提議 所以也像我們這些人沒有參加社團 那怎麼辦 嗯 然後呢 議會上面呢 當時後呢 就是另外那個華議員呢 也拉了一些社團的人 其中我很知道 有一個社團的頭頭代表了 頭頭 嗯 他當時發言說 Peter Kim 他是韓裔的 他不能夠代表Chinese 嗯 這樣攻擊他 但Peter Kim也說了 我們全部都是Australian 對 We are all Australian 你怎麼這樣分呢 怎麼說他是韓國裔就不能夠代表Chinese community 我們 all are Australian 嗯 然後呢那個工黨的市長 工黨的市長就說 說如果你其他的市民大眾想發表意見 可以向這個 Council裡面的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mmittee 多元文化諮詢委員會 向哪裡表達意見 這個市長是不是就是說 在這個華人議員提出來動議上 說加了一條是嗎 就是他同不同意說 必須要由華人的社團組織來諮詢 還是說就是華人社團也要諮詢 然後非華人可以去這個多元化諮詢委員會去諮詢 是這個意思嗎 他的意見 其實呢不要說 他的議案就說這個就是Chinese community groups了 然後呢其實包括我們這些華人的 我們沒有加入社團或者是非華人 我們這些其他的大眾市民大眾 想表達我們的意見 我們根本就沒有途徑 是這個問題嗎 嗯 然後後來呢就是這個 市長是工黨的市長 他就修改一下就是說 你們其他的人可以向這個多元文化諮詢委員會 修改一下動議是吧 對對對他已經修改修改這個 其實當時修改是另外一個議員 就是向這個提議了 然後這個市長是說就這樣修改也好 就不讓這個Peter Kim再修改成這個 open to the public 面向公眾 不是面向公眾 有一個何事佬 市長就採用這個何事佬的這個建議 對就採用這個 那剛才的那位華人議員提的第二項動議是什麼呢 那那個華人議員第二項動議呢 就是說 凡是涉及這個國際問題 外面的問題 還有提到涉及這個可能暴力的 OK 暴力的或者是支持暴力的 如果在我們這個地區 有這樣的職會或者遊行什麼活動 涉及國際問題 跟這個涉及暴力的問題 嗯 禁止 不允許在這個地區進行 嗯 那這個背景呢 因為我們 2019年6月份 7月份 我們辦了起碼最少兩次的職會 不許遊行職會 在這個意思 嗯 其實我們是支持6月份 市議會的 通過這個支持香港人的抗爭 我們是支持市議會 所以不是討論啊 嗯 為什麼我們支持市議會變成好像 被招搖 說成討論呢 另外這個活動呢 我們這個活動 除了說我們支持市議會 我們是邀請有一個武館 武館的師父帶他的徒弟 是武士 醒世 那個獅子啊 我們這個地區過年過節 都是有這樣的醒世的活動的 現在這個醒世的活動呢 就被招搖成討論 討論影響這個區域內的和諧 影響這個商戶做生意 但是呢 因為我兩次活動 我都在的 那時候武館師父 跟從別的地區來這裡 參加這個職會的人 他們職會完了 其實兩個小時左右 兩個小時怎麼影響 影響有多大 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在這個本地吃飯 餐館吃飯 其實是幫助這裡的商戶的生意 對對 我覺得因為這個 咱們不要講太細 太細的話觀眾可能 因為大家 並不是所有人都了解這個事的背景 我只想回到前面您說的 就是我前面問的問題是 您為什麼會決定參選 你說這次的事件 就刺激了你 我不用說刺激 就是 Motivate 就是讓你這個 激發了你這次要參選是吧 你是不是覺得 就是因為你們的觀點 在市議會裡面 沒有有人得到一個 怎麼講呢 就是沒有人去挺 您這邊很多人的觀點 而卻是產生了這樣一個 去打壓你們的意見的這樣一個觀點 所以你覺得 市議會的組成需要有所改變 是嗎 因為在現在這個意見的情況 在社會裡面 我們覺得就是 我們這邊的意見被打壓 這個不是和諧 這個是打壓 然後呢 就是 通過這兩項議案 也是 不僅僅是打壓我們 這個是違反澳洲的民主制度 澳洲的民主制度 是任何人有這個表達這個言論的自由 有這個不同的意見的自由 有這個表達的自由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為什麼說到違反這個澳洲民主制度 7月23號 2019年7月23號 我在發言的時候 我明確的說 我說你們這些議員 是我們選民投票選你出來的 能不能夠肯定一下我們這個民主選舉的制度 如果你去香港去中國大陸 你能不能夠很坦白的肯定我們這個民主選舉制度 我很記得當時那個有一個議員 聽見他是冷笑 冷笑 是華人背景的議員嗎 還是 我說誰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 OK 就是您前面講的那位發起那個動議的華人的議員 是嗎 他覺得就是好像很可笑 那麼我就覺得 那麼我們選民為什麼要投票一個議員 他說如果要徵求意見 不是向公開向市民大眾徵求意見 我選你出來 儘然之後你當選那就是說徵求社團的意見 所以我說我這次選舉我就是站出來 表達這個希望選這個議員是尊重我們市民大眾的意見的 不是只是尊重這個社團 我這個人採訪喜歡challenge別人 所以我現在來假扮 您剛才說的這個議員 我也冷笑一聲 然後我來challenge你 好嗎 第一點 我其實這個事情有所了解 他們提出來的一個觀點就是說 市議會是討論我們所在的地方政府的事情的 那麼哪裡要不要修路 停車場要不要擴建 我重新說一下 比如說哪裡要不要修路 或者停車場要不要擴建 或者噪音是不是太吵 那是這樣子的 這個國際上發生的事情 尤其是在中國香港地區發生的事情 沒有定案的事情 這個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市議會拿來討論這個問題呢 其實因為我們這個地區真的是多元文化了 什麼背景的人都有了 我20年搬來之前 20年前搬來這個地區其實是白人為主 但是白人呢有英國裔的 也有其他比如說意大利啊 希臘的人都有的 然後呢 亞洲人那個時候不是佔主要的人口 那麼後來經過這20年了 現在呢就亞洲人比較多了 有這個接近一般的人口在家裡說話 說話是這個有這個普通話啦 普通話比這個廣東話的人比較多 然後還有印度人還有韓國人 還有西里蘭卡人 什麼人都有 我們知道Eastro是最多元的一個社區 Ride這邊是全澳洲最多元的社區之一 對所以這個多元文化呢 很多就是有這樣的背景的移民 他們都很關心他們來源的來源國 來源地 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有時候會討論 好像2019年7月這個修改了這個議案之後呢 就是這個Motion這個東西之後呢 後來好像是應該是 是不是今年呢 就是有一個遇到一個國際的事情 就是這個土耳其跟這個阿塞拜疆 兩個國家屠殺這個阿米尼亞人 這個阿米尼亞人 然後這個事情也拿到這個 市議會討論 可能是一個阿米尼亞的人口提出這個議案吧 我不曉得具體是誰提出來了 然後這個市議會也通過這個議案說 我們譴責這個土耳其跟阿塞拜疆 那個屠殺阿米尼亞 這個是100多年以前的那個事情 還是現在發生的事情 就是應該是去年年底還是今年年初的事情 阿塞拜疆跟亞民一下打仗是吧 然後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具體我也不了解 但是我奇怪就是 因為2019年7月通過那個議案就說 如果國際的涉及國際的事情 你先爭取社團意見 那後來這個阿米尼亞的人被屠殺 有沒有爭取區內的社團意見呢 我覺得很奇怪 針對香港針對中國呢 為什麼阿塞拜疆土耳其阿阿米尼亞 就可以不用 我了解這兩層 第一層就是說 其實涉及外交的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東西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在市議會討論通過的 不管是支持也好譴責也好 都是可以做的對不對 這個不是特例 這個不是你不安規矩辦事 不是唯一的 這個就是民主自由社會的一個 你可以說是規矩 只要能夠反映這邊民意的 尤其是如果通過了說明議員普遍是支持 至少在議會代言人裡面他們是支持這個方面的表態的 那麼第二點就是涉及到 因為剛才他說了 他們的對立觀點說你是破壞和諧嗎 你剛才講了武師這個事情是吧 對 這可能是一方面 因為我沒有看這個現場錄像 他們怎麼說破壞和諧的 我猜想第一個武師 他覺得你捂兩場試 每一場試兩小時 一共捂了四個小時 吵死了是吧 大家都堵著路了什麼樣子 然後會影響和諧 而且你慶祝的事情是慶祝關於通過對於香港的支持這個事情 是吧 那麼這邊很多大陸的 來自大陸的移民 可能是不是很爽的 覺得你是港獨 你是什麼樣子 然後就覺得破壞了和諧了 是吧 對於關於破壞和諧這兩點你怎麼看 武師這個事情 四個小時的武師這個事情是正常嗎 還是說有點過了 其實我們不是完全四個小時 從頭到尾都是武師 因為其中我們有發言 可能就是有些人聽見我們的發言不高興吧 但是其實這個不高興 他也可以表達言論的自由 我們也有表達言論的自由 所以武師怎麼會影響這個和諧呢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活動你們是跟市議會報備了嗎 就是去申報了嗎 對對 申請了 起碼其中一次是我親自跟這個警察 我向警察報備的 就是要填一個表格申請的通知警察 我還邀請那個警察過來看 像這種活動是不需要跟市議會去申請的 是跟警察申請就可以了是嗎 對對對 其實呢 因為在澳洲有這個遊行啊 集會的自由的 就不須向這個地區的議會申請 是向這個警察報備 也不是 是不需要他們批准的 是不需要他們批准的 對 他就是接到這個 你申請這個通知 他說收到了 收到了 沒問題了 就是這樣的 好的 其實我在華人街 我也看到人家五羅五師 這樣的活動 兩個小時 我覺得可能也沒有 我澄清一下 我們不是從頭到尾 我明白 就是這個活動 有講話 有大家現場講話 然後有五羅五師 簽署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相對比較正常的情況 我們說第二點 有很多不是大部分人 有很多的大陸地區的人 對於這個香港的問題呢 是持一個反面的態度的 因為這個 你知道就是 中國的這個 這套宣傳體制嘛 他們是 他們是 不是從你們的角度看這個問題的 他們看了以後 覺得你很不爽 我想插一句 因為剛才你也提到了 可能有些人就是 說不喜歡港獨 但是我澄清一下 我們兩次的集會 我們沒有人說港獨 我也不是 說什麼支持港獨 提出港獨 完全沒有提出港獨的口號 沒有提出這樣的主張 所以人家是招搖 這個是肯定是招搖 對我們不說 這個其實我在我的節目裡面 一再講過了 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跟港獨 是完全兩個概念 是完全兩個 但是我只是講 他們因為受到宣傳的影響 他們覺得任何在香港 反對中共的情況都是港獨 你知道嗎 這個label 這個label一直是貼在 所有人的他們的心裏的 不是貼在我們香港人頭上 是貼在他們心裏的 所以這是沒辦法的 就是說 反正是有這麼多的 非常多的反對你們這個觀點 反對這個動議的市民 他們表達了 他們對你們大肆的宣揚 慶祝很不滿 這個破壞了和諧 我覺得這就是對方的議員 他們提出來這個觀點 您覺得這個觀點 我知道您肯定不認同這個觀點 是吧 這個觀點在有那麼一點 它也是有一點民意基礎吧 至少說明 只是我覺得 2019年6月這個市議會 通過支持香港的抗争運動 其實本來我們這個市議 已經是很和諧的 沒問題的 沒問題的 反而是 提出7月23號 有一個其中一個議員 他站出來 提出新的動議 還拉其他幾個人出來 實際是他們搞論了 我們這個地區的和諧 有意思 你是說 這個事本來沒有人提反對意見 然後你站出來喊了這麼一嗓子 然後提出這樣的動議 然後反而是 你把這個問題調起來了 對了 您怎麼知道 我想問一下 您怎麼知道這個事情其實是沒有人反對的 在Eastwood這邊的移民 其實我知道 真的 什麼不同意見都有的 真的 因為我跟我們的鄰居 什麼朋友 在這個地方 我住了這裡20年 談到香港問題 談到中國問題 真的是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我們有不同的意見 不會這樣拿到一個議會 吵吵鬧鬧的 我懂您的意思 就說 有不同的意見 不意味著你在破壞和諧 對 是吧 不等於在破壞和諧 對了 我們平常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跟一些鄰居談到 也說 有些人說 哎 香港現在好像很亂 那我們 沒問題的 我們都是交流意見的 嗯 但是那就是 2019年7月份之後 有人 有議員在這個議會提出這樣問 做挑撥 兩邊不同的意見 把這個 這個矛盾 做 好像挑撥的更加 一個什麼呢 就是那個程度啊 本來不是這個程度不是這樣對立的 我們可以互相交流的 他就挑撥的變成好像敵對的 敵對的 就是說 你跟我的意見不一樣 哇 你就是 什麼了 反什麼 反什麼了 這樣說 嗯 OK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 大家對於什麼是和諧 在現在的 尤其在少數族裔裡面 大家對此的觀點不同 一種認為呢 和諧就是 你有不同意見 你不要說出來 你埋在肚子裡面 你也不要去公開做一個 比如說公開的發言 這樣對於那些埋在肚子裡面的人呢 他們會覺得我自己 你憑什麼你 大家心知肚明的事情 你非要說出來呢 那這就破壞和諧了 還有一種說法呢 就是大家都應該 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出來 然後何而不同 agree to disagree 對 這個叫和諧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大家對於和諧的理解不一樣 對啊 對啊 那這個事兒 他們現在提出這樣兩個動議後來都通過了是嗎 都通過了 對對對通過了 通過了以後 您覺得這個事兒對 因為它畢竟你還是可以跟這個多元文化諮詢委員會嘛 去諮詢嘛 去提意見的嘛 不是還有這個渠道的嗎 你覺得這個渠道是有問題嗎 那其實正因為這樣的 7月份的時候 2019年7月份 我是一位公眾的人士 就是這裡一般的市民 我沒有加入任何社團 那麼我發現如果我要表達意見我沒途徑 那就後來就申請加入這個多元文化委員會 應該是11月份左右吧 11月12月份左右我就批准了 或者這個社會批准 要經他們批准才可以加入 但是有這個人數的限制 就是20多人 再多走他們就沒辦法了 嗯 然後呢就是我加入了 但是還有些這裡的地區的市民 他們想加入怎麼辦呢 已經滿了 滿了 他們不能夠加入 那麼他們怎麼表達意見呢 嗯 這個這個委員會是怎麼一個設置法 也是大家表決嗎 比如說這個事情 對這個有什麼意見 大家表決一下誰支持誰反對 然後把這個意見上去 還是就只是收集意見 其實這個多元文化委員會 也說明是wise的 就是激訊委員會 就是收集意見 他沒有權利的 沒有權利的 但是他就收集一些意見 然後就再反映到這個市議會 對 我從那個年底 2019年年年底到現在 也參加了兩年了 那麼其實這個議會裡面呢 也關注到 比如說種族主義啊 種族歧視的問題啊 但是基本上都比較平和的 沒有好像2019年那個6月份到7月份 有這麼多的爭議的 沒有這麼多爭議的話題 那您不是已經在這個委員會裡面了嗎 那麼所有這些有這個相關的意見呢 比如說想再次就是就香港發言的話 不是可以通過您來提交意見嗎 但是問題呢 說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 還有這個地區的市民大眾 如果他們要發表意見 當然他可以通過我啊 對 去這個委員會 但是呢我覺得他們 為什麼沒有這個 他們自己的這個權利去直接的表達他們的意見呢 他們應該有這個權利吧 那就好像我們現在選舉 我投票選舉那個議員 然後他們把這個爭求意見的這個權利 就給了這個社團跟這個多元文化委員會 不是給這個給回這個市民大眾 投票選舉他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覺得這個是不民主的 就是我選這個人出來 他當選之後他可以不有問題了 一些重大的問題 他可以不聽市民大眾 不向你市民大眾爭取意見 只是向這個社團大佬啦 跟這個多元文化委員會爭取意見就算了 嗯 這個是不民主 是違反這個澳洲民主的制度 嗯 我就想這個是不是 嗯 是不是出於成本的考慮 比如說大眾如果說都來 他然後他給你留兩個渠道嘛 一個是社團一個是委員會 你如果你要提交你的意見的話 你可以直接向這個委員會提交 對不對 可以嗎 也可以 也可以 不論你說這個成本問題 我說成本是一個問題 另外呢就是這個真正是一個選民的 那個民主自由就是人權的問題了 嗯嗯嗯 我從您剛才說的話裡面呢 感覺是吧您不是很信任這個 Ride地區的這個華人社團是吧 因為他提的是你可以向華人社團直接申請 你不信任這些華人社團嗎 你也沒有參加 我沒有參加這個這裡的華人社團 對對 但是呢其實呢我住了20年 之前呢許多年呢我覺得這裡的華人社團 真的比較和諧啊 比較平和啊 我跟這裡一些社團的大佬呢 也有這個來往的哈 嗯嗯嗯 我覺得大家關心很好 但是問題呢就是出在這個2019年呢 從6月到7月 有一些有外國勢力背景的人 您這句話說的 您 對對我知道啊 這是您個人的觀點啊 您個人的觀點啊 您有什麼證據嗎 我記得呢就是2019年7月23號那天的會議 有一個社團的人公眾人士發言 他提到了說對6月份那個議案 說支持香港人的議案 說中華人民共和國領事館就是不高興 是有人這樣提這個是在記錄上面的 那個會議記錄可以找到 那就是您剛說你那邊有5個人發言 他那邊有5個人發言 對對方發言的人裡面有一個人提到這一點 有提到這一點 社權領袖是社區領袖嗎 對對對 提到就是領事館不高興 你可以在一個會議記錄查到這一句話 所以您覺得它是受到外國的這個影響嗎 是嗎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在澳洲 這是澳洲的內政 為什麼要聽一個外國的勢力來受它的影響呢 如果剛才我們說的市議會提出了譴責 土耳其跟阿塞拜疆在亞美尼亞屠殺的這個事情 土耳其的領事館說我們不高興 你覺得這也是有問題的是嗎 當然了 應該就是我們這裡有這裡的居民 我們來有這個言論自由吧 不應該受到外國的領事館的領事那些壓力吧 我們再回到前面的問題 就是說你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你對以前大家社區的領袖 大家相處還是挺好的是吧 很和諧的 因為這個原因您就開始心裡有隔閡了是嗎 對 因為我覺得這裡原來的社團都有關係很好 跟我的關係也很好 跟其他人都沒有這麼政治化 但是因為2019年7月份的虛情 就是有人就是這些外國勢力在挑撥這個事情 現在變成那些社團都這個很政治化 政治化就變成就是 我跟你意見不同 有些人就原來是跟我是有來往的 他們都怕了不來往了 嗯 這個是跟中澳關係 應該是跟中澳關係的惡化 是有關係 也跟對了就是這個國際關係有有這個影響 對 他跟你來往的話 他會會影響他的生意 或者影響他的個人的名聲 這個前途之類的 這個就其實跟這個外國勢力就是影響就是很大 跟領事館不高興關係其實很大 是吧 你也是在領事館掛了號了 這個就不好說了 反正就是我們變成這個設計其實就是說和諧 我們原來就是很和諧的 不是我們挑撥的 就是原來的話大家還是有 第一個原來大家是盡量不談政治 我可以這麼理解嗎 其實 還是說大家也可以各出己見 我支持中共 你反對中共也可以各出己見 對啊其實我們原來這個是無所謂的 我們聊天也可以聊的 現在就是沒有人敢來跟你聊天了 聊這個天了 現在好像比較敏感吧 比較敏感 大家都不想提這個 因為一提到如果發現原來你是不同意見 那問題就很大了 那我們就說了 如果這次您競選 您是C組第一 C組第一個Dr.林彬是吧 如果您競選成功的話以後 您想提什麼樣的議案 就是您是不是想再提一個類似上次那樣的支持香港的議案 我覺得就是2019年7月23號 那兩項東西是很有問題的 那兩項東西是跟澳洲的原來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是相反的 是違背澳洲的議官的做法的 如果我當選之後我會提議去修改或者撤銷 就是把2019年7月23號那兩項東西把它撤銷 這個是您 我剛才看了一下 您現在宣傳冊裡面 也似乎沒有提到這一點 沒有提到就是說您當選以後想要做的事情 其實我這個宣傳的當然有不同的 我總共是三到四張不同的內容的 我其實其中有一張有提到的 好 那除了像這個事情以外 我們畢竟知道嘛 市議會還是主要是關注本地的 這個捍衛澳大利亞的國家價值觀的這個東西 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同時就是同等重要就是對於本地的市政建設 本地的一些東西的這個 您在這方面您有什麼想做的嗎 這方面我就發現真的本地的比較關心的 我在這裡住了20年 我就發現了為什麼我們叫那個市政費 抗術費那麼貴 那其實自由黨也提出這個問題了 說工黨是 工黨那個市長為什麼當了這麼多年 這個市政費平均來說 一千五百多元一年 但是呢 西尼康州市政費是六百多 西尼康州是七百多 為什麼我們這個市政費平均 一千五百多 到底為什麼這個這麼貴 比人家高一倍 我每年 我現在今年我叫的是一千七百多 比這個平均的還高 一千七百多 這個事情不透明嗎 你查不到這個市政費的這個賬本嗎 他每年都把這個抗術費都增加的 說就是根據這個 什麼地區的那個什麼物價什麼各方面 但是具體是什麼 我不知道怎麼查 就是如果一般的市民 我曾經有一次我是投訴的 投訴的 我說為什麼會降價 然後那個就是要交給那個一個什麼政府的一個什麼部門的投訴 然後他走回我 他經過調查覺得沒問題 就是這樣很簡單的說覺得沒問題 這個部門是市議會下屬的部門嗎 其實我也具體我情況我也不曉得是屬於哪一個 是不是屬於這個部門到底是不是屬於市議會 但是他根據什麼去調整 就是不是很透明 我們一般的市民是沒辦法 但是可以知道就是這個權力 調整的權力是在市議會是嗎 算這個賬是由市議會來算的 這個就是我也搞不清楚 OK 反正就是你知道是自由黨的參選人也提了這個問題 對也提出這個問題 為什麼這麼高 對 好 還有其他的你還有其他的特別想解決的本地問題嗎 那除了這個 除了這個 控訴類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 製作者的問題 那 因為就是 最近幾年吧 但是都看見這裡好像 高樓大廈就是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 那麼是 也是控訴去批准的 那麼就是 現在這個 這個密度越來越多 然後呢 有人說 為什麼 那麼 某一兩條街 突然呢 就是改成是那個叫什麼 heritage heritage 就是說他們的 幾年幾年之前 建起來的 現在就不能夠拆 那麼 保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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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 就不能夠拆掉 也不能改造 不能夠改造 所以呢 我們現在就是 這裡就 在這個 development方面的很多問題 我也聽說了 我也聽說了 是不是有些 在議會裡面 傾向某些 答案的 developer 傾向他們的 利益 這個我不了解 情況 但是我希望 如果我當選 我會進一步 去了解這個方面的情況 也聽聽 居民的意見 您懷疑的就是 因為 就是把這個 這條街設成heritage 就是所謂的遺產 或者說是不能亂動的 歷史遺產 這樣地區的話 會不會影響這些地區的 房屋的價值 是嗎 造成很多的困擾 我不能改造 甚至賣的話 因為對方知道 這個地方是heritage 賣的價格 可能也不會很高 因為我不能做什麼 不能夠改建 所以您懷疑 就是說為什麼 有的地方 造了很多公寓樓 可以隨便改建 有的地方 卻要設成這樣一個東西 對 似乎是在區域裡面 進行一個平衡 但憑什麼利益是你得了 這部門的利益 它要受損 是嗎 對啦 其實好像是 州政府有規定 就是某一個地區 那個人口密度 人口密度 不能夠超過多少多少 那麼 在這條街 已經建了一些高樓大廈 為了平衡那個人口密度 所以就不一定 這個不能夠再猜了 因為如果再猜 再建一個人口密度 就是那個高樓大廈 就影響一個 人口密度的問題 對 我在兩年以前聽到過這個新聞 有個人花500多萬 在北區那邊買了一個房子 後來發現 這是澳洲很有名的一個小說家的 故居是heritage的 所以什麼都不能動 所以就只能維持幾十年以前 那個房子的狀況 雖然新聞上報導說 他覺得 這麼回事 算了 好像沒有關係 但是我相信任何人話 我們要買一個房子 突然吃這麼個啞巴虧 我覺得都是有一點 我們不談這個 我們談這個 好 那麼除此以外還有什麼其他的 我看這裡面您還說一些 我也在很多的其他的候選人的宣傳次數 我們看到了嗎 比如說要紓解交通 在East 5那邊 這個是有很多阻塞的地方 East 5那條街裡面 是不是有經常在火車站裡邊 會有堵車 對一個是East 5的火車站堆開的 其實不是經常都堵塞 但是是peet hour peet hour 是堵塞 沙克的時間 還有就是周末的 因為周末的時間有很多人是從別的地區過來這裡購物 買東西吃飯 其實這樣對我們這個地區的小生意來說是很好的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市政建設方面沒有考慮到這個停車場 現在停車場也在修改了 希望多一些停車位 但是交通方面是那個設置好像是有點問題 因為這裡有居民也跟我談到這個問題 所以火車站外面那個Roundabout 經常堵塞在peet hour的時候 那個一個地方 一個就是那個De Avenue 那裡有很多商店 那裡有一個Roundabout 有一個就是讓人過馬路的半馬線 那個半馬線呢 從大概十年前我已經提出這個問題了 上議員表達了說能不能夠改成有一個交通燈呢 到現在還沒有改成交通燈 說哎有各樣的問題 說那個人行的流量不符合那個標準 所以不能夠改成交通燈 但是問題到一大群人過馬路 那些車就不能夠過了 然後到那個Roundabout 那個De Avenue Roundabout 哇亂七八糟的 人家想進那個停車場也進不了 現在市政府開始就是建一個新的停車場 但是那個速度太慢 有兩個停車場 一個在改建 另外一個說有這個博款 但是呢現在到底什麼時候東工好像還在拖延 拖延 所以您如果當選的話 您會去施加壓力 然後讓他這個速度能夠更快一點 能夠更快得到解決是嗎 對我聽之前就是有人跟我說 因為就是這個也是黨派的關係 哪一個大黨只有黨和共黨 哪一邊的人多他就會做什麼基本建設 所以就有這方面的問題 我希望就是我是獨立出來的 希望獨立議員在這方面能夠平衡一下 他們兩個不同的大黨去影響這個基本建設 我參加過幾次這個Console的會議 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Herstville那邊我去聽過一次 然後在Current Guy那邊我去聽過一次 的確是有這種就是 有的時候你會看到有的CityConsole特別喜歡環保 特別簡直綠色 就是反對這個開發 過度開發 有的這個就特別的喜歡開發 喜歡開發比較寬鬆 好的 您想在這裏面做一個平衡因素 其實這裏我再加差一個小小的交通的問題 就是交通服務 就是這麼幾年了 其實這個火車我20年前我搬來的時候 這裏有這個Country Link快車 從這個做這個快車從Eastwood去City Central 二十幾分鐘已經到了 就是停一個站或者兩個站 最近這一兩年改了沒有這個快車 現在做火車到City的大概28分鐘到35到40分鐘 多了很多了沒有這個Country Link 你想要恢復這個這個似乎 這個似乎要跟更高一層的州政府進行協商是吧 對這個是州政府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這個市政府是不是應該 也應該向這個州政府發表這個方面的意見 就是倡議等等這樣子 好的明白了 好那行 我覺得我們今天要談的已經基本上差不多了 最後的話您還有什麼想來就是補充一下呢 我想補充一下呢 因為我比較關注就是我這次出來 就是因為2019年7月23號 那個市政府裡面那兩項議案的問題 那麼我最近就是重複再提出我出來精神就是因為那個事情 但是呢我聽到有人不高興 所以我重提2019年7月23號那個事情 有人不高興 不高興呢 只有我覺得不高興那個是我已經知道的了 沒問題 因為澳洲有這個言論自由 我有我的意見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意見 你可以公開的提出來也可以跟我辯論 嗯但是呢現在呢有人不高興不是拿出來討論 是不想公開討論 想就是隱藏當年這個東西 然後呢就是在背後做一些小動作 是拿中國大陸那一套拉關係啊 什麼什麼這樣來做 是影響到您的生意嗎 什麼 是影響到您的生意嗎 是影響到您的個人的生活嗎 這方面的壓力 嗯 怎麼說呢 其實因為我 我也在這裡的純媒 就是有一點 平常呢 比如說我有電台啊 寫東西啊 就是有一點影響 那我這裡我不直接的提到是 什麼人什麼機構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也不想影響那些機構 對 我提出好幾年前 好幾年前我遇到一個類似的問題 當時有一個議員 不是這個RIOT的議員 是另外的議員 是我們這裡有地區議員 有這個州政府的議員 有這個州議會有 還有這個聯邦的議員 是更高的議員 那麼有一次就是在一個社群裡面 他就宣傳 他是當了這個夫手 比如說我們澳洲有個總理 總理然後有一個副總理 但是這個副總理到底有沒有什麼權呢 那麼那個議員是當時是實任的議員 是在職的議員 他說他自己當了這個某某這個議會的一個 好像如果說聯邦就是副總理 他不是那個城區了 是另外一個城區 我不說的那麼明白了 那麼呢 因為我比較了解的 說這些副首如果在 比如說在中國 一個副省長 副省長當然有這個很大的權利 但是在澳洲呢 是沒有這個權利的 那州長有州長的權利 如果你說副州長啊 副議長啊 副議長 副議長有什麼權利 是瓜明的 那這裡呢 就是說一個副首 那個主持會議那個人 他可能生病了 或者什麼事情 他請假 然後這個副首才代表他來開會 平常他是沒有權利的 然後呢 但是問題呢 有一個議員 當時好多年前的議員 也是華人背景的 他就說 自己當你這個夫什麼什麼 然後呢 再炫耀 炫耀自己 當你這個夫什麼什麼 然後我在一個社群裡面 我就指出 這個其實是掛名 沒有實際的權利的 沒有了 他就很不高興 很不高興 就 他不高興呢 不是當面跟我討論 也不是在那個社群裡面 跟大家討論 不是公開討論 後來怎麼樣呢 過了一兩天我接到電話 我在電台有一個節目 電台的老闆打電話給我 說那個什麼什麼大人物 議員 打電話給他 找他 投訴我 投訴我 他就像我的老闆 是要不是當面跟我討論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一套 不是在澳洲的一套 這次也是這樣是吧 但是這套很管用是嗎 很管用是嗎 因為大家就是在一個社區裡面 尤其是你呢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人物 你的意見呢 我當然要聽取 不然我以後這個電台可能 我要採訪你 可能也採訪不到了 是這個意思嗎 那我其實也不想影響這個 media的老闆 所以我也不想影響他 了解了解 反正是背後的一些施壓的方式 對 完全用中國大陸那一套 搬來澳洲 澳洲你有什麼 我跟你的言論 想法立場不一樣 我們可以公開討論 就當工黨都是拿出來討論 不是在背後做小動作的 但是您今天還是跟我談這個事了 你還是沒有給一些老朋友面子 怎麼說呢 反正我就不點名了 也不想影響這些media 但是這些小動作 是中國大陸的那一套 我是很不高興 他不高興 他可以當面跟我說 可以跟我公開的討論 我不高興 他這個拿外國另外一個做法 另外的習慣拿來澳洲這個 這個是破壞澳洲的民主自由的制度 破壞澳洲的言論自由 好 我們想想一下 如果您當選了議員以後 這種情況還會繼續嗎 因為你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 至少剛才 其實您不用說 我知道您說是哪一位 但是如果您當選了Ride的市議員之後 或者您也當選了副的什麼之後 您是不是情況會有所改善呢 我會如果我當選 我會盡量就是維護澳洲 這麼一向以來的民主自由 言論自由 我會維護這個自由價值的 我會就是覺得我們這個地區的選民 人們是平等 他有這個發表言論的自由 不會不應該受這個外國勢力的影響 我再問您最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您可能有點挑戰 您會聽取那些反對香港民主運動的人的意見嗎 其實我有很多這樣的朋友的 我的老同學 包括香港人也有 大陸來的人也有 我還有很多老同學 是在中國大陸生活的 其實我保持跟他們聯繫 跟他們交流的 他們願不願意是另外一回事的 但是我是願意聽取他們的意見的 因為我們知道在現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剛才你說背地裡跟你做工作 我們也知道為什麼背地裡 因為澳洲的大環境 現在是對於中共的滲透是非常的 所以他們這部分人 他們覺得我自己的聲音就得不了聽取 因為我不能放在檯面上講 我們有很大的訴求 但是不能放在檯面上講 這個問題您覺得 如果說您當上醫院以後 您會怎麼去處理這樣一個問題呢 我剛剛想起了 就是大概幾個月之前 有一次是一個座談會 一個討論 我遇到一個是中國大陸來的 就是那個背景的 不是預言 是一個學術方面的學術方面的學者 他說這是 說澳洲沒有選舉 說中國大陸是有這個 真的是說中國人民站起來 是一個人民的政權 那我跟他說 那澳洲真的有這個選舉 這個總理也是他的那個執政黨 執政黨是人民投票選出來的 好了 我問他一句 我說他說 中國是那個憲法寫明 中國人民站起來 是一個人民的政權 我說 我不說要選舉一些反對派 我想投票選習近平 當這個國家領導人 我有沒有這個權力去投票選他呢 這個是很搞笑的 我想支持習近平 我想支持這個中國共產黨執政 我沒有這個投票的權力 好的 您最後要不要給自己來宣傳一下 你拿上這個 然後您給自己宣傳一下 就希望大家投那個 好了 我想提醒一下 因為我的名字呢 就是中文名 我是用這個林松 但是英文名是林斌 林斌就是看清楚一下林斌 不要搞錯 那麼這個選票分開上面跟下面的 中間有一條線 你不用管下面那條線 就是那條線上面 group C 那個C C主 填一個1 不要打夠不要打差 是1 這個C group打一個1 就可以了 下面不用管 那就可以投我一票支持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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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你林博士 謝謝 祝你好運 謝謝